佛应众生之感 献身了 应以什么身得度 献什么身 献身了 献身之后 帮助众生的表演 所以我们常常讲 形象重要 形象是什么呢 戒律里面所讲的 威仪 威仪是形象 我们常讲 要给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 好样子怎么做呢 唯一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做法 我们今天 在世出世间大声大行 教给我们怎样做人 怎样学圣贤 怎样学佛菩萨 因为圣贤跟佛菩萨 为我们表演最好的形象 他们所表演的 实实在在讲 超越时空 不受时空的限制 永远给人家 在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时间里面 都给众生 最好的启发 帮助开智慧 所先的 学生 向好 这是 这是 头一个 射手众生的 方法 色身向好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修善 为什么 色身向好 这个世间人 常讲 向随心转 你的心好 向就好 心亲近 身体就好 身体亲近 他不生病 他不容易衰老 他能够保持 青春的活力 这是从亲近心 显示出来的吗 新加坡 新加坡许哲 就是这个 这个代表 我们一般人 常常讲的 为老先衰 他为什么衰的 心不清净 他的心被污染了 相儿为什么不好呢 他有烦恼 他有恶意 不能够把他的相貌 转过来 所以古人曾经讲过 人 四十岁之前 你的相貌体质 依旧受 全身业力的影响 换一句话说 前世的这个业力 会影响你四十年 四十岁之后啊 你的相貌体质 你自己要负责任 为什么呢 那是你这些身当中 修的 换一句话说呢 后天的 后天的影响是 大过先天的了 四十岁之前呢 先天是大过后天 四十岁之后啊 后天是大过先天了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是二十六岁呀 才懂得点 以前不晓得 到台湾 真正是有这个缘分 机缘 清净真善知识 我听他们说话 听他们教导 我明白了 认真努力 修学啊 诚心诚意 接受老师的指导教会 我改变了 我在四十岁 就有很显著的改变 所以看相算命呢 说我四十五岁有灾难 化解了 平平安安度过了 那个时候 继续讲 任严谨 证实了 了凡私信 黎明所设定 命是自己造的 命 当然自己可以改变 云谷大师的话 不错 廖凡先生改过来了 我也改过来了 我比廖凡先生改的还要殊胜 成绩比廖凡先生还要好 但是这些原理原则方法 确实我受了凡私信这本书 影响非常之深 太空不错啦 我一定会改变 你不错 有点 Pause 你不错 你不错